天呢 现在是暖和起来了 往后就越来越热了 要问热天哪个水果要唱主角呀 那西瓜少不了啊 这西瓜里边有个昌乐西瓜 也是相当有名 眼下昌乐西瓜陆续上市了 咱们一块去 看一看 在昌乐县宝多街道西新村的种植大棚里 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出售成熟的西瓜 种植户宋明香 今年种了四个大棚 共十余亩西瓜 正值投查西瓜上市 他家的西瓜已经订购一空 昌乐县宝多街道 摇沟片区是远近闻名的瓜菜之乡 很多外地客商慕名而来 我们每年就是这边西瓜里下的时候 我们都会来这边收获 就是这边的西瓜呢 大红牙小薄皮 口感非常好 发到了全国各地 很受客户的欢迎 据了解 每年的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 是昌乐县西瓜集中上市的时间 每个西瓜从寿粉到采摘 都经过了严格的品质管控 瓜形和口感都能得到保证 争承在万年骨火山脚下的 昌乐西瓜呢 以枣熟皮薄 沙瓢脆甜的卓越品质呢 闻名全国 目前呢 昌乐西瓜常年种植面积呢 16万亩 年产量超过60万吨 产值突破24亿元 品牌价值达到43.17亿元 位居全国西瓜品牌价值第一名 产值达到43.17亿元